从前有个捕鱼的老头 平常没事就在家门口的河中 一边捕鱼一边喝酒 但是捕上来的却竟是些小鱼小虾之类的玩意儿 这天晚上老头捕上来一把销 但吹了一下发现是一把坏销就扔了出去 结果下一秒销竟然自己响了起来 老头以为撞鬼了就跑过去捡起了销 结果这销竟突然停止了响动 吓得老头直接把销扔到了河中 此时远处一个男子大笑了起来 原来那刚才的销声就是这男子所吹出来的 老头这才松了一口气 随即便起男子坐下来喝酒 男子见老头抓不到鱼 就跑到上游给他去捕鱼 只见男子拿着销吹了一去 竟然真的将大把大把的鱼给赶到了网里 老头高兴的把沉甸甸的网拉了上了 刚想要感谢男子 却发现男子早已消失在了夜色中 村里的银铃经常来看望老头 帮他干点活和他拉拉家常 银铃说村里的大牛来向他提亲了 但是家里的人却不准这门婚事 这可把银铃给愁坏了 当天晚上那个赶鱼的男子又来到了老头家里喝酒 老头见他大冬天的就穿着一件衣服 就打算给他披上 但男子却说自己一点也不冷 说话间男子面露难色 接着才支支吾的道出了自己的身份 原来他其实是一个冤死的水鬼 刚开始老头还以为他在和自己开玩笑 但接下来男子让老头去摸手 老头这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吓得只好硬着头皮去摸 原来该男子名叫王六郎是个酒鬼 有一天他喝得醉醺醺的路过河边 竟一头扎进了河里做了水鬼 如今三年孽满 只要找到一个替死鬼 就可以投胎转世 老头以为那个替死鬼说的就是自己 没想到竟然是个女的 王老六说 明天一大早在河边就可以看到那个替死鬼 当天晚上二人喝得昏天黑地 到了第二天 这老头急匆匆的跑到了屋外 却看到了那个替死鬼 竟然说的就是迎铃 这迎铃因为家里拒绝让他嫁给新上人 就想到了跳河自尽 老头不忍心看他死去 就将他拦了下来 告诉他这河里有个烟死鬼 要锁他的命 没想到这番话刚好被王六郎听到 吓得老头急忙带着迎铃逃离 这王六郎既然神出鬼没 让老头逃无去处 老头让迎铃先走 自己则去找王六郎解释 没想到王六郎早已消失不见 错过了投胎的机会 王六郎独自来到了河边 吹起了销 老头上前安慰他 但又觉得有点做的对不住他 于是便决定一命抵一命 替铃铃做替死鬼 王六郎见后急忙上前阻拦 但他转念一想 这事也怪自己 天机不可泄露 他不应该将此事提前说出来 如此一来 他们二人又可以在一起喝几年酒了 时间很快又过去了三年 王六郎又找到了一个替死鬼 这一次老头又问他是哪个姑娘 王六郎这次吸取了教训 只告诉了他六个字 天机不可泄露 第二天 一个女人抱着一个孩子来到了桥上 打算自尽 老头为了不破坏兄弟的好事 把门窗都堵死 强行将自己锁在屋内 但看到可怜的母子 他再也看不下去了 抄起斧头破门而出 想要过去阻拦女子 幸好这女子终于回心转意 放弃了轻声 经过交谈才都知 这王六郎之所以没有下手 是因为他舍不得自己一命换那对母子两命 又过了不知道多少年 突然有一天 王六郎告诉了老头一个消息 原来他们在凡间的所作所为 都被玉帝看在了眼里 玉帝被王六郎的事感动 就封他为昭元县的城皇爷 即日起走马上任 而这老头也得到了封赏 但却因天机不可泄露 故事的最后也没有交代清楚 估计比这城皇爷的官还大 第二天天兵天将和宫女 护送王六郎走马刀刃 在路过老头家的时候 王六郎扔下了张纸帘 上面写着 为善最乐四个大字后就渐行渐远 这个故事充分的说明了一个道理 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如若不报 时候未到 做人应该多行善事 才能有善报 人在做天在看 不能因为好事小而不去做 更不能因为坏事很小就去做 好了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喜欢记得点赞收藏 关注转发支持一下 我们下期再见